据报道 本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为期三天 会议主题为重塑愿景 约有150名高级政府代表参加相关活动 其中包括4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慕安会主席克里斯托夫·霍伊斯根 在开幕讲话中介绍了参会情况 并谈及乌克兰局势 国际秩序维护 全球南方国家发挥的作用等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7号当天通过视频方式 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并发言 法新社报道称 泽连斯基感谢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支持 同时敦促盟友加快武器交付的速度 称提供给乌克兰的武器总是出现延误 泽连斯基称 除了胜利我们别无选择 我们也必须抱有这样的决心 紧随泽连斯基之后 德国总理舒尔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先后发表讲话 舒尔茨说 那些拥有作战坦克的人 现在应该把坦克派往乌克兰了 他还补充称 将就这一问题 向盟友进行大力宣传 呼吁他们采取行动 舒尔茨在讲话中还谈及 德国对欧洲和北约的安全责任 欧洲减少风险性依赖等议题 值得注意的是 法国总统马克龙是基号在慕安会上致辞时称 随着莫斯科加强对乌克兰的攻击 与俄罗斯进行对话的时机还不成熟 作为俄乌冲突的当事方 俄新社援引俄外交部消息证实 俄罗斯不打算参加2023年的慕安会 即使受到邀请 俄罗斯也对这个 已然丧失客观性的论坛失去了兴趣 这使俄罗斯连续第二年缺席穆安会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称 穆安会正越发言变成为跨大西洋论坛 失去了包容性和客观性 此外 穆安会主席霍伊斯根以侵犯人权为由 拒绝邀请伊朗政府代表参会 而是邀请该国民间人士参会 对此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纳尼13号表示 穆安会做出的这一出于政治动机的决定是误判 在俄罗斯和伊朗缺席的情况下 美国今年则是高调与会 美国政治新闻网13号称 与会的嘉宾名单揭示了一件事 美国政府官员认为今年的会议很重要 今年 美国将派出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代表团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身边将有几十名政府官员 安全官员和国会议员随行 包括民主党领袖舒默 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等人 据德国巴法利亚广播公司14号报道 穆安会主席霍伊斯根表示 美国参议院三分之一的议员都将参加本节穆安会 美国参议院三分之一